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12月16日 今天是星期五 來到星期五的晚上 我們繼續有特發消息 跟大家第一時間說 這個 叫做政府 又發聲明 忽然之間發聲明回應這個《明報》 因為 《明報》刊登了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的作者 曾志豪 說的話題 是要 願意科學 讓Google 和安心出行 簡單來說 曾志豪的論點 跟我們絕大多數黃媒的評論也是一樣 根本就 不應該強制要Google 將這個 就是他的計算 就是要加入政治元素 完全欠缺科學 我們今天較早時間的節目 已經跟大家揭露了 說搜尋器 已經有大量的人發現了 請大家繼續把那些東西張貼出來 例如這個百度搜尋 Yahoo搜尋 每一個搜尋都會發現 有大量他們覺得政治不正確的資訊 所以 他們說的話一點也不科學化 安心出行的情況也是一樣 安心出行也是 欠缺 任何科學的理據 在現在這一刻 香港的確診數字 比起過去的高峰還要更加高 到底是甚麼原因要現在取消 安心出行呢 一些合理的原因都沒有 我們一起研究一下 到底特區怎麼發聲明 有漏漏豬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記得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不需要付費 免費方法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加無限輪大法 即是無限循環播放大法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先講講特區 政府對明報有關安心出行 網絡搜尋引擎 檢索各個結果的偏頗評論 表示遺憾 原來偏頗的評論也要遺憾 我們 天天都有很多評論 對於港共政權來說 一定不適合心水的啦 如果你天天都要發聲明回應 到底什麼時候才會完結呢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 這次這個特區的聲明 是衝著明報而來 雖然明報徹徹底底 根本已經是買通了的藍莓 但是不代表他裏面 每一種聲音 都會受到其他建制派認同 所以 這個也可以理解成為 就是 特區 港共政權裏面的一些力量不滿意 明報現在的做法 內容是 明報今天在12月16日刊登一篇由曾志豪撰寫 以科學讓Google安心出行的評論 作者就政府近日撤銷 市民進入處所所必須 素描安心出行 長所二維碼的措施 以及要求Google 就錯誤搜尋結果作出糾證 評論偏頗 說你混淆視聽 特區政府對此遺憾 你有大量的遺憾 我已經揭露了出來 只是 看看Yahoo的搜尋 和百度的搜尋 有你遺憾 根據我們剛才 即是較早的節目 得出來的搜尋結果 你要發現 如果搜尋結果你不滿意 你的政治訊息和你心目中的不一樣的話 你就不開心 你就遺憾 有你遺憾 我隨隨便遺 都列舉到十幾個搜尋結果 你有遺憾 如果 大家再細心點去找 隨時 數千條 數萬條 甚至乎更大的數字 你有遺憾不完 你一年 365日 每日出了一篇聲明譴責 都有排都做不完 我現在告訴你 我隨隨便遺 都可以舉到一大堆 你這次死定了 我又再跟你找個新的 這次我打 香港女王下去 香港應該沒有女王了吧 香港 就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香港只有一個國家主席 就是習近平了 打香港女王下去搜尋 會有甚麼結果 當然不用說了 當然是出現英女王 會出現的是英女王訪港 英女王訪港 伊麗莎白女王在香港 再見了是頭婆等等 所以不是開玩笑的 各位發揮多一點想像力 我隨隨便便都舉到一些例子 對於這班港共積極分子 他們一定覺得 香港女王是英女王這件事不能夠接受 又是搜尋器的錯 又是用相同的方式 我調查一下這個白道 白道輸入香港女王四隻大字 你有排玩啦 你繼續每日發個聲明啦 不要不發聲明啦 你出事啦 你這次真的是 我保證跟你天天都說這個話題 白道搜尋香港女王 看看出甚麼 你死了 又出英女王 條條搜尋結果都是英女王 你死了 香港特區政府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已經回歸了 人心未回歸 連百度百科也不回歸 那你可以怎樣 用國安法調查 立即用權力及特權法 傳召百度的CEO 我告訴你真的有排玩 大家 發揮多一點想像力 想多幾件事 跟香港有關的 而這群港共契弟不接受的 你去做搜尋 我保證 每日有一萬幾千條 的結果 他們 有排要寫信給Google 所以Google就是理你也有味啦 Google說我只有你 你不是白癡 你自己隨隨隨隨用幾個中文字 放在一起 搜尋結果你不喜歡 你就叫我去改 如果我要遷就你 那我不如撤出 我怎麼遷就你 其實Google的理解跟我理解一樣 我隨便把幾隻中文字放在一起 他們不喜歡的 他們就說要改 你想想有多少種組合 是每幾個中文字就是一個組合 你自己算一下 數字大到是天文數字 還沒完啦 我有排跟你玩啦 你死定了 香港皇家 香港沒有皇家了吧 香港回歸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皇家了吧 打香港皇家 你自己看看有甚麼結果 全部是變成香港皇家的警察 我們鏡頭一轉 回去看看 特區政府的回應說甚麼 就防疫措施 政府發言人強調 政府一直本著科學為本 抗疫 精準抗疫 風險可控 辯民利民精神 中間我們跳了 不知道他在說甚麼 他說 一些言論 打不用掃描安心出行 二維碼與刪除安心出行 流程 運為一談 並不可取 發言人呼籲市民繼續善用該流讀應用程式 亦要 繼續因應疫情的最新發展 按照科學數據 分析等因素 說一大堆防疫 繼續恢復 發言人就 就著這個網絡搜尋引擎 有運作演算原理 政府官員要求Google 更改搜索的結果不是科學精神 突顯作者 自稱 時事評論員 卻未能清楚認知事情的嚴重性 我作為時事評論員 我知道事情的嚴重性 尤其是百度 百度是徹底違反 國家安全法 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違反《基本法》 違反《國安法》 違反《權力及特權法》 請傳召百度CEO 不然 不要再發無聊的聲明 浪費大家的時間 好嗎 特區政府 你是不是很有空 我昨天已經舉了幾個例子了 你用百度找一下 台灣總統是誰 這件事有沒有損害國家尊嚴 公然煽動台獨 不要不做事 是不是 什麼叫時事評論員有嚴重的 未知道事情嚴重性 我覺得台灣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香港女王 這個問題真的很重要 香港回歸了 人心未回歸 是不是 香港沒有女王啊 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你自己的名字都寫明是共和國啦 為什麼會有女王啊 你告訴我 Yahoo 百度 還有其他搜尋器有沒有逐一試 不是只是Google問題 為什麼要針對Google呢 針對完Google之後 下次 外國人說我這次用百度搜尋也是這個結果 看看你可以怎樣 先不說Google會不會回覆你 Google已經說了 彩你也有味 政府 日日要發這樣的聲明 所以你說這樣的聲明 你與其說是針對 曾志豪裏面所說的話 你不如說 他這個 是借曾志豪寫這個文章這個話題 趁機對這個明報 表達不滿 而事實上 明報已經做了很多事情 使得港共的這群積極份子 覺得是不滿 他那個 聲明我繼續說下去 他說 繼續 現在這種做法就是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 以及標誌 損害民族尊嚴 引遇失意 完全 就是把一些四字詞語 堆砌上去 就是這個聲明 裏面沒有任何的內容 可言 既然你的民族尊嚴那麼容易受損 那就麻煩你了 每天都要發聲明 剛才我們已經舉了例子 我們每天找出一樣東西 他們覺得不滿意的 看你可以刪除多少個網站 刪除多少個搜尋器 最重要的是 百度 你不要跟我說 你又聽不到 大家努力一點 把搜尋結果找出來 截圖 貼上去給這群人渣 貼上去給這群藍絲 叫他們暴跳如雷 我們真的很認真 看看你可以對付多少個搜尋器 對付多少個搜尋結果 剛才我們所說的搜尋結果 隨時是過千條過萬條 我又忍不住 我又在百度搜尋了 這次我搜尋的是比中國共產黨更無恥 搜尋結果 第一條也是中國共產黨 然後 沒有共產黨 沒有新中國 真的 真的很無恥 我們有理由懷疑 百度已經被徹底被外國勢力徹底操控 我們感覺到有顏色革命的影子在裏面就是活躍 所以你要查 你要快點跟我把整個百度連根拔起 我搜尋了這個給你了 你有排玩了 給習近平更無恥的人 我用百度搜尋 百度為你找到相關的結果 顯示為0個 抱歉 沒有找到 給習近平更無恥的人 大家 給點心機 有排跟他玩 截多一些圖出來 不停擲上去 看看他們這班港共的契弟 到底 有些甚麼可以繼續回應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